风光无限的太阳能热水器如今突然失宠 为啥大家嫌弃了 过去农村条件还没有很好的时候 每到寒冷的冬季 农民想用热水洗脸 实属不易 一般情况下 家中老人会在临睡前烧好热水 然后将它放进暖壶里 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用了 若不这样 只能天蒙蒙亮起床烧水 对大多数务农的人来说 晨起的时间很重要 吃完饭之后就开始一天的浓忙 但冷水动手动脸 因此只能每天烧水了 好在随着时代进步 太阳能热水器诞生了 它被农民当成严冬救星 自从有了太阳能热水器 劳了一天回家的农民 可以洗上热水澡 早起又有暖暖的热水用了 而太阳能还是污染纯天然的 可再生能源 用它对环境也十分友好 所以太阳能热水器刚刚出现时 大家纷纷的抢购 生怕自己慢了一步就买不到了 为啥大家对太阳能热水器 如此疯狂呢 其实刚开始大家觉得 太阳能热水器用的是太阳 不用烧柴不费电 不仅省力气还省钱 所以当时谁家安上太阳能热水器 同村人都要凑过去看看 然而大家使用时发现 这热水器似乎挺多问题 渐渐的它就失宠了 那到底是啥原因 让曾经风光无限的太阳能热水器 失去众人的喜爱呢 首先第一点 是它时好时坏的工作态度 顾名思义 太阳能热水器得有足够多的阳光 才能让它冻起来 然而天有不色风云 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 刮风下雨 一连好几个星期 是常有的事情 一到没有太阳的天气 它就罢工 任谁说了都没用 而且大家用热水的高峰期是冬天 然而 冬天正巧是阳光稀薄 甚至是没有阳光的季节 热水器吸收不到充足的阳光 自然而然就不愿意工作了 大家只能耗电耗水 据数据显示 上海2013年到2015年期间 每年平均阴雨天气占总天气的67% 所以说太阳能热水器几乎全靠电力燃气烧水 和当初说省电省钱不一样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太阳能热水器的寿命不长 虽然商家质保是15年 但想想 热水器一般装在房顶上长期的风吹日晒 可能会导致它外壳生锈 加快它老化的速度 能撑到10年都算坚强了 更别提15年如此久 而且太阳能热水器用久之后 它的保温内胆会有许多的水垢 等这些水垢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不仅会影响热水器工作 还会威胁到人体健康 而且在加热的情况下 水垢会变成不容易水的杂质 这些物质会侵蚀热水器的内胆 长期以往 热水器遭到破坏 保温效果就不如最初的好了 如果想要修好热水器 那得请专业人士 前来清除水垢 如此一来 修理费就高了 所以随着电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 以及空气热水器的出现 大家有了更多的选择 太阳能热水器被人们遗忘了 不得不说 大家对靠天吃饭使用期短 还漏水的太阳能热水器 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热情 但新型热水器刚开始 也是千毫万毫 单纹使用时 却总能遇到各种问题 漏水漏电 严重点还会爆炸 这样看来 新型热水器 也没能完全抓住用户的心 虽然太阳能热水器 时零时不零 但从安全角度来看 至少它不会导致人们煤气中毒 或者炸伤用户 如果厂家解决它忽冷忽热的问题 并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相信大家更乐意用太阳能热水器吧 对此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哪种热水器呢 欢迎来评论区